接下来准备进行电解与电镀的模拟试题这个部分 第一题 右下图为工艺上利用离子交换膜所进行的氢氧化钠的制法 下列合者为图中A到C最适当的化学式的组合 请同学看完题目思考它的产物再进行判断 第二题 霍尔22岁就发明了电解法制铝 100年来仍是最主要的工业制铝法 将铝帆土除去杂质之后进行电解 题目叙述有点长 请同学看完之后思考再回答这个问题 接下来准备进行解读讯息的部分 第一题我们看到什么重点 中间有个离子交换膜 左边有阴阳级进行电解 这是电解浓食盐水 我们要看它的产物是什么 第二个电解法制铝 所以这两题我们看到重点应该都是跟电解有关 帮同学复习一下电解的相关概念 电解一定要外加电源 所以什么叫电池 电池进行自发反应 它可以把化学能转换成电能 但是电解刚好相反 它是既有外界输入的电能转成化学能 所以这两个意义是刚好相反的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图 上面放的是电池 那电池对于底下的东西进行电解 它的接法就是正接正 负接负 最底下电解槽 带正的部分就是阳级进行氧化反应 那相对的阴级得电子进行还原反应 那再配合同学曾经学过的半反应式 就可以知道它的产物有多少 再配合电解定律可以进行计算 那电解定律呢 我们最知道的是法拉第的电解定律 第一定律在讲的就是说 在电解相同的物质 吸出产物它的质量 跟通入的电量成一个正比关系 通电越久越多 那产生的质量也越多 这是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在讲的是 以相同的电量来电解不同的物质的时候 那我们计算吸出产物的质量 跟该物质的适量 除以其得失电子数量成正比关系 这是第二定律 这边都属于定量的部分 接下来准备进行分析评鉴这个部分 那第一题我们要看到 它利用通电电什么 电饱和的浓食盐水 那它阳级进行的反应自然是氧化 那谁氧化呢 当然不是人类症 所以是Cl-产生氯气 那失去电子 阴极的部分呢 它是水得到电子产生氢气 跟氢氧跟离子 所以从半反应式就会知道 右半边的部分是氧气进行氧化 所以A的部分冒出去应该就是氯气 那左半边的部分呢 它产生氢气跟OH- 所以它上面是氢气 然后再来C的部分呢是OH- 为什么是OH- 呢 因为这是一个氧离子交换膜 只能让氧离子通过 那这个又称隔膜电解法 如果氢氧根因离子可以往右边过去的时候 它碰到氯气就会发生自身氧化还原反应 这是我们不需要看到的 所以中间把它隔开 要把两节产物给分开 只允许氧离子通过 以及是钠离子 第二题 这是霍尔的电解法 那这题目有很多 我们一样分段来做说明 第一小题问到的 铝繁土的主要成分 那就是铝的氧化物 氧化氯 AL2O3 再来第二个 电解石朝内反的温度是950度C 铝繁土跟冰金石混合的电解石 呈现三态中的哪一态 那要进行电解 又加入冰金石去降低它熔点之后 应该就会是液态 第三个小题问到 写出此电解反应的化学反应式 那铝繁土AL2O3 经过电解之后产生铝跟氧气 那左边应该是液体 铝也是液体 氧是气体 这是它的完整反应式 第四格 如果电解后收得27克的纯铝 那应该要铝繁土多少克 那需要多少酷仁的电量呢 那这是牵涉到电解定律 同学要写反应 并行计算 那我们从题目可以知道 27克的铝 那应该就是1more 那表示说 它的反应物 三眼花儿铝应该它是0.5 有系数2比1 那三眼花儿铝它的适量是102 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 这铝繁土它需要用到的质量就是磨数乘上它的适量就是51克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题目问到还需要多少酷仑的电量 由于铝是三架的金属 那电解时候呢 得到1more的铝需要3more的电子 所以表示说 需要3个法拉第的电量 那1法拉第是9600库仑 所以3法拉第乘下去 总共它的电量就是289500库仑这么多 接下来准备进行判断答案的部分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隔膜电解法 同学要搞清楚电解饱和食盐水 那它的阳音级的产物以及中间隔膜它的意义 那就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四题二 那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电解法的练习题 那同学必须要熟知它的反应式该如何去书写 以及找到反应式跟电子电量之间的关联 然后进行计量 那我们这两贴解说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如果同学对影片内容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建议可以反复聆听 或是重新回到连结知识的部分进行加强